大家好,今天是5月3日 回到明瀑布常埋身激的时间 星期四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局议息 预期会加半利 议息之前,美股非常反复 大幅度上落 今日和大家去看看Dow Jones和S&P技科 先看到Dow Jones 你看到Dow Jones在4月份 基本上是做完顶后 做了3,5,4,13 接着就开始调下来 下来5月份 过去那两天 你可以看到上周五 最低落到32,800 昨晚最低落到32,358 接近2月份的低位 但做了强力反弹 现在还在3,3048 我们看到在技术面上 接近100 上一次在2月21日 做到3,2167 今个星期做了3,2360 暂时来说 在FOMC以息之前 暂时就顶住了这些水平 预计后市都要等到FOMC以息 究竟鲍威尔是放鹰还是放甲呢? 一旦如果是加余息之后 它稍为夹些 对加息的预期不再升温 它就守得住100分 就有权反弹 但当然 这个100分 就是我们目前来说的指标 上一次的底 3,2167 100分 是3,2248 大概在这些水平 应该要做到支持 一旦失手 我们应该要继续去下底 但如果不失手 站在这些位置 而巴威尔又是放甲呢? 市场就会有权反弹 做一个横行上落市 其实毕竟 你看到 应该这么说 去年3月 Dow Jones 基本上是一个大型上落市 你看到Dow Jones 你在去年3月 都是在31,900 32,000 他做过最高去到36,800 又是跌回来32,000 32,000又弹过上去 又跌回来32,000 其实还是一个高位横行 你要看淡 你必须要跌穿一条100天线 跌回32,000 才可以再继续下去 否则的话 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平台 做了一个横行市 整个美股叫做大型上落市 看看S&P S&P S&P也是一样的 你看到星期五 跌到41,100 昨天最低 40,56 但他弹得很厉害 他现在在做4,164 在技术上 他也是守住了100V 也是守住了100V 其实跟刀宗室一样 在去年6月 去年5月 的时间 他都大概守在4,000点 这些位置 守得住100V 暂时来说 你现在这一刻 未以色前 你去看淡 暂时都不行 除非他跌穿100V 跌不穿100V 他有权还是在上落市 只不过他是 上完来 还行去调整 只是这样 你要看淡他可以不可以 可以 你穿了100天线 穿了100天线 当然可以直插下去 但是100天线 守得住的话 100V 如果还是守得住的话 其实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个美股 基本上就是 调整完 基本上是大型还行上落 他又不至于做一个 叫做崩盘向落 但调整完之后 他仍然有机会 慢慢又会爬上去 这样的走势 所以变成大家 如果你去做这个美股 最好等他出了个意识 穿了100V 穿了100V 你就可以看淡一点 否则的话 现在还是在顶着 就是这样 好吗 今天就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留言给我 拜拜